这个Dabus定理呢 这上几部分都不算很难 最难就是现在这个部分 甚至说我们需要一个Lemma来帮忙的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一到二 就表示说F是Integrable的话呢 我随便一个Sequence Or Partitions 随便一堆Partitions 如果它的最大的区间 是都会变小的话 都是去向零 则我这个Apposum-Gen-Rosum 也要去向零 那我们要做这个 好 这个就是有一个Trick 主要是要用一个Lemma 那大家看一看 首先呢 如果它是Integrable的话呢 Integrability Criterion当然也要对 是不是 我就 所以我再讲清楚一点 是说我F是Integrable 就表示 事实上呢 AR定理呢 就是说我会找到一个Sequence 它的Apposum-Gen-Rosum 是等于零 现在是 现在麻烦的地方是怎么样 麻烦的地方是 任意 任意一个Sequence 都要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的那个做法是 是这样子 利用这个Integrable Criterion 对于任何的Epsilon大于零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Partition 叫做Pstar 这个Pstar呢 我给它写出来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Partition 我叫它是X 我叫它是XK 好不好 叫它是XK 那使得呢 就是 这个Pstar 这个Omega 的这个核 是 大Omega这个核 是小于2分之Epsilon 这个当然是做得到 对不对 这个当然是可以做得到 by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on 好 那 我要有一个Lamma 那个Lamma呢 是这样子说 是 我 F当然是Bunded 我就是Lat 这个F呢 是小于M 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所有的Partition P of of A B 我都有呢 就是Omega F P呢 我发觉呢 我可以给它一个 一个 所谓的上界 是 四个K M P 再加 2分之Epsilon 是这样子 我利用这个P star P star呢 我不叫多少份 我假设它切成K份 但是呢 Omega 是小于2分之Epsilon 那我利用这个小K 然后F的大M 跟P的Norm 我再写一遍 P的Norm呢 是等于 Maximum of Delta Xi 就是每一个格 最大的那格 的长度 那 我这个Latma呢 是for all的 任何Partition 我都可以有这样子 弄一个所谓的上界 那 假设Latma 是对的话 情况就 就OK了 怎么说 我就是 如果Latma对 if true 我就令了 Delta 是等于 Epsilon 除以8个Km 是这样 那 对于这个Delta来说 我当然会有就是 这个 有 很多的Pm 小于Delta 是不是 Pm的Norm 小于Delta 我现在是 当然我是假设了 随便一个Sequence 它满足这个条件 好 那 好了 满足这个条件 我要说 后面这个东西要对 是不是 好 那 呃 我要看后面这个东西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 它是等于 Upper sum 减 Latma 特别的话呢 我就利用Latma 它是小于等于 我不用写这个 小于等于 4Km Pm的Norm 再加Epsilon 除以2 一定比它小嘛 不是吗 好 这个是我叫做2吧 好 一定是比它小 然后 我的Pm的Norm 是可以任意小的 小于多少 小于这个 小于这个 所以跟这个合起来 就是小于 二分之Epsilon 不是吗 好 这个Delta是 Epsilon 除以8个Km 好 好 当小N够大的时候 这个Pm的Norm 只要小 那 然后 利用这个Latma 我就做出来是这个 是不是 而且是 对于所有的N大于M的话呢 都对 所以 所以我的填充题 就OK了 怎么说 我随便一个Epsilon 大于0 我有一个大N N以后的 那个小N 我都有呢 它是小于Epsilon 当然它是大于0 好 那 结论是 Limit Omega F Pn 对不对 这个结论就成了 我要正式正这个 好 这些是给定的 随便一个Sequence Pn 只要这个对 后面这个要对 好 所以 如果这个对 我对于这个Delta 这个特定的Delta 好 那后面的 都要满足这个东西 那 利用我的Latma 就成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技巧的部分 这个Latma 是一个 我们叫做 Technical Lamma 是一个特殊的Latma 为了这个定理而造的 就是我们有需要 造出这个 这个所谓的 上界 所以我只需要证明这个Latma 就成了 这个2就已经成立了 如果Latma对的话 所以Proof of Latma 这个 这个Latma呢 事实上是 针对这个P star来的 因为这个小K是从P star里边 取过来 实在 所以 这个证明当然要用到P star 假设我现在这个P呢 是 假设我现在这个P呢 是等于X0 X1到Xm 这个是随意的 这个是随意的 我用这个小M 我用这个小M OK 那我就定义 A A是一个集合 是I A 从1到M 从1到M 使得呢 就是 我的 这个小区间 是 跟这个P star呢 是有交集的 意思是什么样子 意思是说 我这个 现在是A跟B 等于X0 Xm 那然后 这些是所谓的Xi 那我的P star呢 也有一些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 这个区间 它就包含着一个P star的点 那 所以呢 这个X1 这个1 就要在A里边 好不好 那这个P star呢 它当然包含着 第一个点 跟 最后一个点 所以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E跟M呢 都会在A里边 那其他的 我就看了 有 我就叫它A 如果没有的话呢 有它就在A里边 没有的话呢 它就在B里边 B就是等于 1 2 1到M 扣到A 那 它的区间里边 当然就 不会有P star的点 不会有这些 X0 star X1 star 任何的Xi star 不会有 这个 这个譬如说 这个是X0 star 这个是X1 star 之类之类的 我将它分两类 去做分析 那 那 我们看看 我这个大Omega 事实上 就是小的Omega的 这个核 那 那 它有两部分 现在我将它分成两部分 一分子在A 一分子在B 是这样子 那如果它在B里边 如果它在B里边 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小区间 完全没有P star的东西的 譬如说是这个 这个区间 完全没有黄色的 这些点 那它就活在 它的函数可能是这个样子 它是活在一个大的区间里边 P star的一个大区间里边 是不是 所有这些B里边 所有B的点 它都活在某一些P star的大的区间里边 然后 所以它不可能 超过这些P star的 总和 它不可能 这个核啊 不可能超过 这个P star的 所有的 Upper sum 减弱 sum 的总和 是不是 而那个总和是多少 那个总和是 二分之ε 这里是 我们这里是 我叫三 三告诉我 是这样子 好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黄色的 事实上我们就是 已经 可以算出它的 Upper sum跟 law sum 它当然不间谍会平均 现在呢 好啊 假设我现在有两个区间 是在B里边 这两个区间 就是这个它的右端点 就是在B里边的 好 好 那 这个核 当然会小于 它的 这个核是等于所谓的mi 减掉小mi 这个大mi 这个大mi 当然会小于 这个star的大mi 这个小mi也会小 因为它在一个 黄色的区间里边 那个supremum 会比这个黄色的supremum 来得小 informum 会比黄色的informum 来得大 所以 而delta xi 又比delta xi star 来得小 所以 整个不等式就是 这个不等式是对的 好不好 我需要再解释吗 所以这个omega i 比这个omega i star 小 delta xi 也比这个delta xi star 小 那 总和 不超过二分之epsilon 这个是三个告诉我们 是这样子 好 这个二分之epsilon 当然就是 我们这个lemma的最右端 二分之epsilon 那 我说 另外那个大a的贡献 不会超过这个 大a的贡献 不会超过这个 它等于什么 大mi 减到小mi delta xi i在a里边 好 在这个格子里边 起码就是有p star的一个点 好 p star的一个点 好 那 我说 首先 大mi跟小mi 它们都会小于m的f的绝对值 大mi 大mi 小mi 是大于-m 所以这个 用绝对值来看的话呢 小于两个m 好 m是什么 m是我的小f的绝对值的上界 好 所以这个像呢 就是这样子 然后 delta xi 我已经说了 一定有一些 xi star在里边的 所以 它的长度呢 它的总长度 事实上我要看它的总长度 我说 不会超过 两个k 乘以p norm 好不好 那怎么说呢 是这样子说 我说这个前面的 绝对值是小于两个m 它可能正可能负 我不知道 比如说小mi很负的 但是都不会超过负m 所以这个区间只有两个 delta xi 就是小于p norm 这个一定嘛 p norm是它的maximum 问题是说 有多少格 是在这个a里边 那我说 能够包含着 因为它的点 a的特点 就是说 它是有p star的点在里边 那 它顶多2k格 它顶多2k格 在里边 如果有两个p star 那你就转了 那最坏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是 是这样子 这个是 原来的这个p的点 然后 你的p star的点 刚好在中间 譬如说是 是这个 那这个点呢 就 就 涉及 这个i 跟i加1 都在这个大a里边 是不是 因为这个点 所以呢 这两个 这两个所谓的index 都是在这个大a里边 所以呢 p star的 任何一个点 顶多就是影响两格 所以总共有多少格 是在a里边 顶多2k格 是在a里边 是这样子 我小时一点 应该是2k加1了 2k加1 2k加1比较正确 它总共有k加1点 当然左端点是1格 右端点是1格 也对啊 2k格 大家只是数一数 那 所以合起来就是等于 4k 大m p star 这些常数呢 从不同地方来的 这个大m是小f的upper band p norm 当然就是原来这个p的 那个格的最大 最大距离 那小k是从p star来的 那所以合起来 合起来就是 就是这个数 好 因此呢 我就有呢 就是 我的omega的fp呢 就会是等于summation的i 在a里边 再加summation的i 在b里边 的这些所谓的omega i delta xi 那每一个呢 是小于等于 4个小km p norm 另外一个呢 是二分之eps了 那就是我们 这个Lenma的命题 好 那我就做完了 这个Lenma 好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Dabu's theorem 我们整个就做完了 那 事实上呢 这个Dabu's theorem呢 这个Dabu's theorem呢 我们有就是 这个f是integrable 是 我们这个第四个 相当于就是说 是limit r的fpn 是等于i 就是 就是那个remindsum 刚才所写的 第四个条件 我应该这样子说 我的 刚才所写的第二个条件 事实上是 就是 我们说 我们说 任何partition 如果它的norm 是去向0的话呢 它的upper sum 减弱 sum 就去向0 所以 所以 从这个第二个条件 事实上我是 可以 可以 用remindsum的语言 我们说 说 这个limit 这个remindsum of fpn 是等于0 是等于i 当n去想无穷 就是 我们刚才三跟四等价的 整个技巧 我可以 刚才是用在 这个regular partition 现在是 你的2呢 事实上是 是任一个partition 有这个条件 那 我对照的remindsum 就是要收敛 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它的upper sum 要收敛到i raw sum要收敛到i 所以remindsum 也要收敛到i 对不对 那 所以 这个是 可以等价的 那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等价的状况呢 我们就可以将它浓缩 写成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书上呢 就是这样写的 我的remindsum 当我的pnorm是去向0 它也有一个limit 这个函数来的 这个好像是 这个norm的一个函数 这个p的一个函数 这个remindsum是一个p的一个函数 当p的norm去向0 它的limit等于i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那这句话呢 是这个意思的 随便ε大于0 我都找到一个delta 大于0 使得呢 就是说 我的pnorm for all p 只要pnorm呢 是大于0 小于delta的话呢 我的remindsum 跟这个i的距离 就要小于ε 那很多书呢 写这个dabous定理呢 事实上就是 这个事实上是dabous 这个我叫第五 这个我叫第六 好不好 那这个是很多书 都会用这个来写的 只要我的partition 就是这个隔间够小的话呢 这个就是i 可是呢 我们喜欢用sequence 因为呢 在应用上的话呢 用sequence呢 是更方便 而且呢 我在振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的时候呢 我用sequence就够了 那所以这点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要写这些 要写一个例子 这个是重要的例子 刚才这个dabous定理呢 写了就是说 f是integrable的话呢 我的积分呢 是等于limit of upper sum of pn 也等于limit of lower sum of pn 这个pn呢 是regular partition的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等于我的limit of remand sum of pn regular partition是我们最 最容易找的partition 他们的uppersum 是可以任意小 如果是等价于可及 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来的 那而且呢 利用他们的limit 我就可以找到这个 这个积分了 那我相信大家呢 去年在 微积分的时候呢 有做过类似的 这些题目 不要说去年 你们在高中 大概都做过类似的题目 我们会有一些和 这些和的limit 怎么样子去求 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求的 事实上 如果你没有用积分的方法的话 现在呢 我们的country呢 就是将它看成是一个remand sum 或者是看成是一个uppersum 然后利用积分的方法呢 去求这个和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 而且现在是严谨的 重要的是这个东西 现在因为我们的定理都建立起来了 这个定理呢 完完全全是没有漏洞的 没有是这些大概是怎么样 应该是怎么样那种语言的 我们都是很精确的 那我就将它写成是这个东西 那我就考虑F 一个函数 函数是什么 函数是 当然是根X X在01上面 然后 regular partition pn regular partition p等于pn 那这个时候呢 我在01分成npn 所以xi呢 是等于n分之i 就是这些和 那deltaxi呢 都是等于n分之1 我将01 一个区间分成n分 每一个 每一个小格子的长度 就是n分之1 所以呢 而且呢 这个F呢 是连续的 F是continuous 它是continuous on01 它是continuous on01 所以它可记耶 continuous on01 所以imply它是integrable 因此 因此 这个limit 这个limit 我叫做 叫做小A 好不好 这个小A呢 事实上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 我的summation 我的f的xi 是右端点的 全部都是每个格子的 右端点 然后deltaxi 是i 是从1到n 这个你可以看成是一个remand sum 也可以看成是一个upper sum 无论如何 它都收敛到 这个是 也可以说是upper sum 也可以说是remand sum or remand sum 那 by我的定理呢 就是我的4.8 我就知道它是 它是可记的嘛 所以remand sum的limit 就出来了 就是 这个是要limit n去上无重 所以 是等于我的积分 ab fx ab是什么 就是01 的根next dx 这样子的一个sum 当tick limit以后呢 就一定要收敛到我的积分 i值 这个积分呢 你算出来就是等于 这里我不算了 你算 应该是等于三分之二 那就是表示说 我这个limit呢 我这个limit呢 是收敛的 收敛到三分之二 那现在呢 我们的定理呢 已经讲好了 连续函数一定可记 那如果你可记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这些 regular partition 去算它的 upper sum 或者是law sum take limit 就是我的积分 那现在我是利用积分 来算这些upper sum的limit 简单来说是这个样子 OK 我们今天就拉到这里